杨幂在女明星里应该算得上是乔楚 除去那些顶级的 她妥妥的在一线 而且保持了这么多年实在是有一套 但是女强人的特征一般 都是事业家庭俩不悟 杨幂的女儿也走了精英教育的路线 杨幂要拍杂志 正好在北京 她就直接附着一张面膜进入了摄影棚 旁边也没有工作人员 一直保持了瑞丽模特的特点 做好随时自己化妆的准备 期间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工作 谈到了正在和霍建华一起拍摄的电视剧巨家 上一部民国戏 还是和刘凯威的定情之作如意呢 谈到这部戏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遇难什么困难 杨幂坦然有很多专业词汇并不懂 谈完了工作依然要聊聊家庭 说到小糯米 杨幂虎妈的样子就藏不住了 她说女儿是双子座 难免会很跳脱 在幼儿园有时候会犯错 老师批评的时候 杨幂绝对不袒护 还会跟老师一起批评 这个教育真严格 相比杨幂 刘凯威就是慈父 刘凯威在跨界歌王里说 自己在家就是陪女儿唱歌 跳舞之类的 很亲很亲女儿 杨幂不差钱 对女儿教育一点也不含糊 保护女儿保护得很好 看来是不太想女儿进入这个圈子 所以走精英教育路线 也是可以非常理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